娱乐圈明星结婚也十分讲究门当户对 女明星嫁给圈外富豪老公栗子更是数不胜数 在不尽也会选择和自己旗鼓相当的男艺人结婚 但有的女艺人偏偏反其道而寻知 居然选择嫁给圈外流浪老公 当然她每个人最后下场也截然不同 最著名的栗子应该就是韩国女神崔志友了 崔志友的知名度不仅限于韩国而是整个亚洲 1996年她凭借电视剧初恋一夜成名 清纯的外表不俗的演技很快就让崔志友获得超高知名度 后来美丽二日子冬纪念歌以及天国阶梯这三步戏的成功 让她降文的脚跟成为韩国娱乐圈的收视天后 崔志友事业一直发展很顺利 要奖项有奖项要作品有作品 但感情上却很少有绯闻在娱乐圈一直截然一身 直到2018年崔志友突然官宣结婚 嫁给圈外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 那一年崔志友已经43岁 早在文讯曝光后 崔志友老公的身份就被媒体扒了出来 她根本不是普通的上班族 而是牛郎店里的头拍牛郎 网上也曾曝光了她的陪酒照片 崔志友对她一见钟情 非她不嫁 甚至决定结婚 但是在韩国这个十分讲究门当户对的国家 女神下嫁给牛郎会引起什么舆论风波 可想而知 于是崔志友帮老公改头换面 初前为她成立了公司 把她打造成科技新贵 甚至从来没有公开老公的长相 就连婚礼都办得十分隐秘 后来崔志友高龄产子 在44岁那年为牛郎老公生了一个孩子 崔志友合作过纳姆的帅哥 没想到最后栽掉了老公身上 确实很意外 不过大家能说也就是尊重和祝福了 希望她别后悔就行吧 同样嫁给牛郎老公 还有台湾话题女王许春美 许春美感情之路经历坎坷 在19岁那年被迫嫁给了富商李文青 后来又嫁给第二任商人郑其松 许春美最爱就是郑其松 但是天公不作美 结婚没几年郑其松就因肺癌去世 牛沙上亿台币遗产给许春美 后来许春美爱上流浪情人林宗一 两人偷情还被她第三任老公发现 不过后来许春美还是嫁给林宗一 许春美对林宗一有多好呢 花了2000万台币为她赎身 甚至每个月还负责给她20万台币生活费 林宗一在外面迷上地下期货欠下高额债务 许春美花了两亿帮她还债 可是这段婚依依旧没有持久 结婚不到两年 许春美就被林宗一抛弃了两人离婚 和许春美一样 王彩花老公黄品文曾经也是一位流浪 花名叫伟小宝 黄品文当流浪期间生意非常好 曾经创下一个小时赚了200万台币的高进路 王彩花也是对黄品文情有独钟 不过外界看法非要嫁给她 也不嫌弃黄品文的出身 两人结婚这么多年还算恩爱 期间黄品文也曾抱着过头心里也跟我传闻 不过后来夫妻俩都否认了 7月份王彩花还是在出黄品文送她两颗大专戒 炫耀一脸幸福的表情 只能说无论是崔智友 许春美还是王彩花都勇气可嘉 当然他们有足够资产和底气 让他们以后衣食无用 不用担心婚姻失败后生活坎坷 所以普通女生可不能学她们 爱情要有 面包也不能少 再次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